下面那一支笔是六公分 上面那一支笔 哎呦 怎么也是整数的 哎 这次怎么全部都是整数的 它有一支笔是没有办法测量到整数的 有一支笔是小 可以测量全部都是整数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OK 我拉出来全部都是整数 它这里有两支笔 一支是可以测量到小数的 然后一支是可以测量到整数的 不过我不知道今天它怕我了 全部都是给我整数的 老师可以试试看 我们这边的两个物件 基本上它都是一个物件可以测量到整数位 然后一个物件可以测量到小数位 这就是老师物体上的需求 那你有老师可以发现说 在我们的这个上面的笔 好像拉出来是黑色的 只有一种颜色的笔就在 事实上我们可以去改变颜色 改变颜色的地方呢 就在右下角有一个颜色的区块 老师如果点选了它以后 你把它改变 设定颜色以后 这边左手边的区块的颜色都会跟着改变 所以它不是只有黑色的笔 你也可以录出不同颜色的笔 换句话说 唯一老师您可能要记住的就是 在外用阶式版颜色的改变 要先设定颜色再去取物件 这个是大概跟以往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我们可能就是先设定好颜色以后再去取物件 比较不太像说有的是你把它取出来以后再去改 当它取出来以后也可以去改 但是它的改法 刚刚说颜色就是等于是改变它的属性 所以你按右键 然后呢你去改变它的颜色 它其实改变的就是右下角这个区块的一个颜色 可以吗 我们是不是还是休息一下下 让老师休息一下 因为当他们老师里没有操作 都是看我们的操作 虽然它是很酷的 但是还是会很累 我们测试一下下 好我这边测试一下其他的功能 谢谢